金牛跟上升金牛 會很容易在海外獲得錢財 如果你有出國 跨國旅遊當然是很好 或你有做跨國投資 或你本身 就是從事跟跨國有關的企業 都很容易在年底前有大筆入障 再來金牛做 今年在年底前的考試跟官運都很好 所以如果有一些相關考試或應徵的話 也滿容易中獎的 獅子跟上升獅子 這個就真的是大錢了 就投資理財 相聞 流徵就有 對 到時就可以又買很多鞋囉 是 要買鞋 要買房子 也會有很多錢可以買房子 你之前的投資賠的會賺回來 然後也會有一大筆的意外之財 這個錢財 因為沒有在你的預料之內的 是意外翻盤的 所以會覺得特別驚喜 在家試做人脈還不錯 年底前桃花也很旺 所以也很容易得到桃花財 可能是另外一半給你的錢 或是因為桃花人氣而帶來的財富 是 這個東西 那麼好 來 馬上請桃花老师 來幫我們做測試占卜 來測一下 下週我可以荷包滿滿嗎 我們看下禮拜你的錢的狀況 錢包滿滿 好 來 我們的字面不太好聽 荷包破洞 可是這裡面總有好的字 對不對 是 好 從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 觀眾朋友 麻煩你一起來選 來測看看下個禮拜 我可以 錢包滿滿嗎 直覺囉 好 力經 包 好的 劉甄老師 包耶 就愛包 你看 好的 妳們兩個愛包 和… 好 美穎老師 那我動好了 我本來想包的 包起來 是喔 端哥來 我挑了半天 當然是和 然後蒙發好運有沒有 上面有找草 我上面的草都一直發這樣 對 那動好了 我上面草一直發 好 好 那麼都選好了 其中只有一個字 破字沒有人選 那麼 但是這個字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先從這個字來揭曉 如果你選到這個破字的話 下個禮拜能不能錢包滿滿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辛苦爬坡 開拓才入 對 那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是滿辛苦的 能夠買 但是你就要很辛苦的去賺錢 像馬國一樣 所以它的這個 我們錢包滿滿指數是50% 你是有的 但是要有辛苦的話才可以 如果不辛苦的話還是沒有的 是… 好 然後我們從前面開始往後揭曉 第一個是和 和是篤林跟威安老師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您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下個禮拜的狀況如何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花費太多 何處借貸 花費太多 花費太多 你一大塊買鞋子買包包 買包包 買得太多東西了 所以你要滿滿的話就很困難 所以滿滿的指數只有20% 好慘哦 錢包不滿哦 少買一點就可以了 包是兩位貴賓 劉甄跟蜜金來演的 觀眾朋友您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下個禮拜能不能錢包滿滿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勤跑業務 報得金磚 是可以的嗎 它是可以滿滿 但是要努力 就是有努力 有去工作 那就可以滿滿了 所以滿滿的指數80% 比較努力就可以滿滿了 好 最後是洞 洞是美玲老師跟靖淳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您也是選這個字 洞的話 到底下個禮拜能不能錢包滿滿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共同投資 利潤豐厚 恭喜 恭喜跟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情人 你的另外一半一起投資 你就會滿滿滿滿的 所以它滿滿指數有100% 來 謝謝 好 來 節目節目有一個活動資訊 篤霖哥來介紹一下 我的新書愛的逆轉力 然後我們轉運成長的免費獎座 讓我們的能量可以提升 讓我們的人生可以有一個 不同的方向去努力 來 我們有一個時間是12月12號 在中廣音樂廳的12樓 然後詳細地址 請打電話27118828 或者上網搜尋 愛的逆轉力 讓我們大家都有好運氣 能夠轉開我們的人生 可以看到何祖霖本人 好 謝謝 節目最後也要跟所有觀眾朋友 推薦我們兩位的新的作品 劉真老師的 聖霖老鼠 聖霖的進階 愛的逆轉一下 好啦 美麗瑜伽假期 楊麗金的新書 好 也祝福兩位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好 也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準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微微愛明後兩天 還有下個禮拜一 12月12號 13號 還有14號的星座浴室 到底如何趕快來提醒你 有三個星座的運勢可是非常旺盛 在這邊要恭喜你了 首先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 雖然賺錢很辛苦 不過桃花方面其實相當旺盛 而季節座的朋友也不賴 在愛情桃花方面也是向他得人喜愛 暗戀跟告白的機會都大大增加 而雙子座的朋友運勢也很旺 不但財運亨通 而且大小錢都有得賺 不過有三個星座的運勢稍微弱一點 在這邊要提醒了 四次座的朋友要稍加忍耐 在感情方面容易起衝突 處女座的朋友也是要特別留心 雖然賺錢很辛苦 不過身體還是要照顧 而天秤座的朋友桃花雖然很旺盛 不過頭次禮財方面 卻會有一點破財的跡象喔 雖然不同星座的信義數字 還有顏色在這邊提醒你 火象朋友是灰色系 最佳數字是6 土象朋友是銀色系 最佳數字是4 風象朋友是紅色系 最佳數字是8 而至於水象星座朋友則是黃色系 最佳信義數字是2喔